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大家有任何投资问题 好,快点打来204.65.66 这次我们就和要塞政权高级分析员Harry在这里和我们聊聊聊聊 Harry,早安 早安,Phil 先看看港股今日的表演 港股今日就是期指结算 看见继续夹高100点,现在恒生指数升了101点 做23,181点 国企指数升71点 做10,269点 暂时大肆成交有216亿多 Harry,看到今天大肆继续夹上去 技术上破了顶位了吗 如果你说技术上来说,还差一点 你计算技术的顶位是23,200点 这个也是4月份的高位 总是本身见到 点数来说都差一点 好像整天都破不了位 我觉得如果你说是否 确实有一个声势 真的看下午期指结算之后 大家初步资金 如何看转仓 尤其是期权位怎样去开 而现阶段来说 我维持我自己的看法 特别是在6月初的时候 指数会向好 但由于你计算5月份的升幅 升了这么多上来的时候 我建议你买到蓝筹的时候 买一些比较落后的蓝筹 例如内险股 所以以本身的指数 以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大概在23,200点 作为一个结算的指标 没错 内险股落后了很久 但今天看法的升幅都不落后 不过这事我们稍后再说 这个时间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电话旁边有周小姐 周小姐早晨 早晨 两位早晨 我想问一百一三 我想问标准多少 你本身有没有持有的 有 你多少钱买呢 四个月 四个月买已经赚了不少了 本身有没有 现在我想怎样 是不是搜索息 现在是不是 丑息 那些息是很高的 我想 好不可以搜索息 日下要 只赚了它 明白 看到 今天合景泰富股价 其实都跟随大事靠 下运性的两仙 做四个八毫四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去到超过半年的高位 这股份 是不是应该继续放纸要息 这样持有 现在你说 看回 本身合景泰富 形势上来说 我又觉得 周小姐 你可以继续一阵 以本身 技术指标来说 市市五元这个位置 仍然 看得到 如果你看回消息面来说 合景泰富 可能你有贪欺少少息 以本身 和合约销售来说 都对版 问题是 周小姐你都要留意 本身内房的 不同的消息 近期股价炒得这么快 炒整个楼市 可能调控措施会松绑 炒了一阵上来 我先看五元这个位置 如果你真的股价碰了五元 我会觉得 你起码走了一半 锁定你部份利润 你可以坐进去的空间 或者是可以承受的风险 会比较大 我说你听听下一位家庭观众 遇到什么疑难 如何旁边有邓先生 邓先生早晨 早晨 是 我想问 比亚迪 昨天有个消息 他说 标准保证 B1 立法评级 是否 是否对他的评价 还是对另一只股的评价 为什么他放在他的消息 邓先生 你留意一下 标普的评级 就是 比亚迪 市场 通常 比亚迪 和 Tesla 特斯拉 电动车 经常在一起 美国电动车上市公司 有垃圾级的评级 他把消息放在一起 尤其是内地 其实经常有炒 特斯拉的概念 所以他的消息 会放在一起 暂时去看 比亚迪 我会觉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 看他的股价表现 看他的业务 或者国策的 憧憬 特斯拉的消息 是个别 可能有少少的 短暂的因素 但你纯粹计 企业 債务评 应该不关比亚迪 我们看看今天汽车股的板块 做成什么 看见这批汽车股 升得不错 好似不过 比亚迪今天 逆市下跌了一毫 做39.05 东风和吉利 都升 接近2% 华晨升超过1% 广汽升2.5% 长汽更加厉害 升了3% 看见这批汽车股 都做得不错 是否其实 因为 早两天国务院 说要 淘汰 老旧汽车方案有关 令到刺激 市场都预期 其他新车的销量 例如电动车 教环保的新车的销量 会提升 如果你说看 国务院一直 连年都会 淘汰 不同的古旧汽车 其实这个消息 我觉得没有特别 有一个 很明显的刺激作用 去打下去 汽车板块 你看到 汽车股 这几天 升得很厉害 你计算东风 广汽 今天又炒了长城 特别有个别消息 去看 长城汽车 今天的升势 我觉得 有部份 资金 炒了中俄因素 是因为 长城汽车 进入俄罗斯 那方面的销售 好似大家没有留意到 H8 其实无限期延后的负面消息 全部 抛诸老后 所以大家 如果你买长气来说 如果你本身 已经在 低位 26 至28 其实 保持住 你可以放下去 放下 但是 升到 现在 开始炒 概念 因素 这些股份 我觉得 可以暂时 换望一会 以本身 我看今次的升势 上到去 50天线 30-45 这些位置 应该回行人止步 另外方面 广汽和东风 其实我们看到 销售情况 都维持一个正面的增长 今年 我看内地的汽车业 我看淡 本身 经济因素 慢了下来 其实 对于换车的意欲 是会比较低 但是 你说在东风 或者是广汽这些 新能源汽车的系列 比较多些的 范畴下 我会觉得 销售情况 应该会比吉利 这些股份 做得好些 所以买汽车股 很个别的情况 也会适宜 我建议大家 炒一阵消息 短炒 风险上 可以平衡得多些 但也要注意风险管理 这个时间 我们再听听家庭观众 有什么问题 电话旁边 赵小姐在这里 赵小姐早晨 是早晨 早晨 你好 有什么能帮到你 没有啊 我想看看恒生指数 为什么这段时间 这么小成交 都可以维持升势 还有我想知道 未来的 这几天 或者是6月上旬 是 开了之后 恒生指数会向下走 还是会 维持平稳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有很多问题 不要紧要问 随便问 因为之前 有一次我收市之后 是 打去 打去 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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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话 是 有个职员 有个 他不是分析员来的 是 我都觉得 你们现财足挺好 请到这些人 多谢你 是 是的 他说给我听 他说给我听 不好意思 不要紧要 慢慢来 应该会在高位上竭算的 是 恒生指数 是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 看过这些其权 怎样 我所谓这件事 是 但是因为 我在买锅仑的 哦 这样 是 是的 所以我就 刚刚沽了一部分 不知道会不会沽早了 哦 我明白 是的 我买那些是很短期的 明白 没错 明白 我想你帮忙分析下 我会不会再 剩下质本呢 我会不会再多数天 好 明白 相信赵小姐 现在持有的指数机关 事足相关的现生产品 看到来 刚才赵小姐都很关心 就是 暂时 恒指 暂时应该 预期 下午就会在高位结算 暂时也升到去 23,200点左右这些水平 他很关心未来的后市表现 但正如刚才所提过 衍生刹码通常涉及杠杆 其实风险相对亦比较大 之前Terry也听过 未来的预期可能6月上旬走势行指都会比较好 你现在是否继续维持这个看法 赵小姐问了很多个问题 我先逐一解答他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疑问 如果你说成交量的方面的确是比较低 尤其是这两个星期 我会觉得 本身大家对入市意欲方面 观望着很多因素 包括内地的 经济数据或市 本身大家 原本在5月就比较怕五穷六绝 但是 指数就调回来炒 令到有部份的淡友也收兵 所以你本身的成交量方面不是很多 成交量的表现来说 其实对于恒生指数的升跌幅 不是说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其实恒生指数 如果你要升上去的时候 只要那些指数成份股 特别重磅少少的股份 尤其是你计算5月这头两个星期来说 主要都是夹着 汇丰或者是中移动 甚至是腾讯这些股份 一夹上来其实不多成交量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有力推到恒指上来 所以赵小姐你看那个恒指 本身的成交量可能很低 指数的升幅依然会在那里 你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说本身 对于后市怎样看 尤其是短暂的因素 不可以说太过肯定 去真的回答你 我自己的看法上来说 都可以分享一下 特别是 讲过几次 亦都见到 下个礼 今个星期日 星期一 都会连续 出一些经济数据 市场就在看 究竟 经济数据的表现 会是怎样 因为 近日 港股 大家 炒不同的板块 都有说 微刺激的增长政策 其实就是中央见经济不太妥 不如 吹出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刺激政策 去崩高的经济表现 如果那个经济数据做得出来是比较好 其实整体的市况上 我预测 六月份初的市况 都是向好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反过来看 我们见到 经济数据好 中央就不需要出那么多刺激政策 所以指数的升幅 你不要期望 它有那么高的表现 所以你先前沽了一些本身的衍生工具 我觉得你先看定些 以现阶段来说 出了个数据 你见到 有些大成交 见到很多资金追上 你才很短期 买一些电衍生工具 但是做好风险平衡 以现阶段来说 我预测 六月初的市况 都会做得好一点 但是 我没办法可以知道 经济数据 PMI的表现 不会是怎样 反过来 出来的时候 要看市况 以现阶段来说 纯粹计算 预测 或者看法 来说 应该 指数的升幅 依然是维持 两三八点 刚才Harry 也提过 未来 星期日 中国就会公布 官方的 PMI数据 而星期一 港股就会优势 所以如果赵小姐要投资的衍生工具 如果假设在窩论 要注意这个时间值的损耗 还有可能 在数据公布前后 股市的波动性 相会较大 Harry 这次时间和你谈到这里 刚才提及 这么多股份有哪种持有 没有 好 我们先听到这里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没有投资问题 很快点打来 2004 6566 或者 你送email去askbschannel.com 和我们谈一谈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再见